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生录取要求它会需要你本科是音乐学士学未毕业的学生才能申请 然后关于98522院校的话 那么你的均分是需要达到73%的 假如你是双飞燕校的学生 那么你的均分需要达到78%才能有希望拿到offer 关于学生其实在申请他们的Master of Music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肯定是需要提供作品集的 墨尔本大学它的作品集的话 它每年会有一些变化 但今年这种情况下 它的一个作品集要求呢 是需要你完成20分钟的一个表演 而且你20分钟的表演的话 是必须是无剪切无剪辑的啊 是一次性流畅完成的作品集才行 然后学生在申请的过程中呢 建议学生还需要提供两份推荐信会好一些 另外墨尔本大学的话 他们还会有一个电话面试 所以呢学生需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 墨尔本大学他们这个Master of Music这个项目 它的语言要求呢 需要雅思达到总分6.5 单项不低于6.0 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到的呢 是昆士兰大学 昆士兰大学的Master of Music这个项目呢 它的一个学制也是1.5年 开学时间呢 是在2月份和7月份 学术录取要求 它也是需要你音乐专业 学士学位毕业学生才可以 昆士兰大学他们这一个硕士项目 它需要的作品集要求呢 也是一个20分钟左右的一个表演视频 然后呢 你必须是一次性完成 不能够有剪辑的 另外昆士兰大学他们这个Master of Music 还有安排一个Audition 试镜的这样一个要求啊 假如学生没有办法去现场试镜的话 学校的一边会通过Skype 来给学生完成这个Audition的一个面试 语言要求需要雅思总分6.5 单项不低于6.0 第三所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大学是阿德莱德大学 阿德莱德大学他们的Master of Music 这一个项目下面有开设Performance and Pediology 这一个学习方向 这个项目它的一个课程长度是两年 开学时间是在2月份和7月份 学术录取要求是需要学生 必须是完成一个音乐专业 学士学位的学生才能申请的 阿德莱德大学呢 也有Audition的一个要求 阿德莱德大学它的一个 在申请过程中首先呢 他会需要有一个作品集 另外呢 最好学生在申请的时候 还提供一份推荐信啊 这个推荐信的话 可以是你学校时候 给你上课的老师给的推荐信 也可以是你毕业之后 相关的工作单位领导 给你出去的推荐信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推荐信的这个内容的话 需要注意一下 假如是学校老师给你准备这份推荐信呢 那么呢 他是需要提到你在学校学习过程中 你的一个学习态度 包括你的一个学习内容 还有你的学习积极性的 这些是需要提到的 假如你是工作单位的老师 去给你开具这个推荐信的话 那么呢 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然后你的工作态度啊 包括你对音乐学习的一个态度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阿德莱德大学的 Master of Music 这个项目 他的语言要求是需要 雅思总分6.5 单项不低于6.0 也是一样的 再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悉尼大学 他们的音乐硕士项目啊 悉尼大学他们的音乐硕士 其实有开设两个 第一个呢 是他们的Master of Music Performance 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他们的 Master of Music Studies 然后Performance 这两个项目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前面这个项目呢 它是research方面的 研究型的一个硕士项目 后面这个Master of Music Studies Performance这个项目呢 它是一个授课型的一个硕士项目啊 然后我们国际生大部分申请的呢 就是这个授课型的硕士项目 Master of Music Studies Performance 他们这个项目 它的课程长度呢 是1.5年 开学时间是在2月份和8月份 学生学术方面的一个录取要求 它是需要你是音乐专业学士 学微毕业的学生 均分要达到80%啊 这个均分要求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另外呢 悉尼大学在申请这个项目的过程中 它也是需要提供作品集的 而且它这个作品集呢 它是需要一个长达50分钟左右的 一个完整的表演啊 中间呢 也是不能够有任何剪切 而且你还是不可以看谱子的 所以呢 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但是悉尼大学 他们这一个项目 它的语言要求还是最低的啊 它是需要雅思总分6.0 单项目低于6.0就可以了 另外呢 还有澳洲八大有开设音乐类的硕士项目 但是呢 澳国际大学 他们开设的Master of Music Advanced 这个项目呢 它是偏research方面兴致的 而且呢 它的录取要求是非常高的 它需要你本身就是音乐硕士啊 毕业才能申请 而且GPA的话需要达到一个6.0到7.0的水平 所以呢 它这个澳国际大学的音乐硕士项目是非常难申请的 另外呢 还有穆拉什大学 穆拉什大学他们开设的硕士项目呢 叫做是Master of Music 穆拉什大学它开设的这个音乐类的硕士项目呢 叫做Master of Arts 然后下面的Music Performance 这个项目它的一个课程 它也是一个research新制的一个硕士课程 假如大家想要读博士或者有更高层次的学业方面的追求的话 那么呢 澳国际大学和穆拉什大学也是可以去主动申请的 澳洲八大院校关于Performance 这个专业它的排名呢 是有四所大学 它已经排在了世界的前四所 分别是西里大学 穆拉什大学 穆拉什大学 还有澳国际大学 然后大家其实在申请这个Master of Music的过程中呢 会涉及到一些作品级呀 面试的一些要求 所以大家假如要申请的话 需要提前做准备 而且像这样的音乐硕士项目的话 它大部分都会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申请截止时间 跟澳洲其他专业申请的话 还是有区别的 假如大家感兴趣 就需要尽快开始申请 然后做准备 今天关于澳洲八大 他们音乐硕士 关于表演方面的一个硕士项目的分享呢 就结束了 假如大家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是私信Ivy 再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努力教育的Stephanie老师 我努力教育呢 在努力和国外都有公司 那么主要就是负责英国澳洲 还有就是进行来香港的农学申请啊 签证办理 还有就是明明办理的这些业务 哈喽大家好 我是努力教育的艾丽老师 我努力教育的农学申请签证服务到后期的阶级和速速都可以给您提供一个便捷的服务 给您最好的游学体验 哈喽大家好 我是努力教育的Shenaya老师 我努力教育专注于在线上和线下给大家提供留学或者移民服务 Shenaya老师在企业有着十年的工作以及管理经验 以真实案例 从升学和就业两个角度给大家提供留学和移民服务 大家好 我是努力教育的杰丽老师 努力教育虽然在网络也在眼前 给您最放心的服务 们芭家报道 吗 我是努力孝沂恩 听讲话 Hello大家好 我是Ivy 现在Ivy所在的位置 是烏纳厕大学 回则大学的 雯厕详获京 星期分 营纷厕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